今天介绍一下这个 结型光缆 结型光皮 不叫光缆 光皮 结型光皮 如何用这种普通的钳子 还有网线钳子 给它冷戒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 能重复利用的冷戒字 这个真是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重复利用 节省成本 普通的 鞋口钳子 这个 只要是干过线路的都知道 很普通 网线钳 大家也都见过 说一下这个 这个冷戒子呢 主要是这么几部分 一个是它这个 能悬下来 这个看到没有 这个到时候 它的作用呢 就是固定 这个叠心光皮 与冷戒子 还有这个护套 这个 这个是往那个 光猫 光猫上插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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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好 先把它 先把它穿进来 穿进来之后 拿这个 拿这个斜口钳 不用很小心 这个光皮很 很结实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脆啊 可以稍微暴力一点 你看 它自己就露出来了 这个是双心的 两心的啊 有还有一条橘色的 让我给剪掉了 我们就用蓝色的啊 这是这身条橘色的 刚才我已经给它暴力的扯断了 好 这样 大概就留这么这么一个长度 然后下一步就比较细一点了 很小心 要小心的 去除这个 上面这个蓝色的涂层 小心一点 一不小心 就给它弄断了 你看 只要 只要打开一点突破口 就好弄了 你看 其实 它还是很结实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一碰就碎 剩下的用手 用手去除就行 这个按理说 应该是用迷了钳 但是如果说 咱们手头没有 要硬急 完全可以拿钳子 有的 指甲长的 用指甲都行 下面是切割 切割用 普通的网线钳 这上面这个刀片 你看我这刀片还 还有活口 无所谓 尽量的保持90度 不要犹豫切的时候 一刀下去 就是这个样 然后呢 把这个护套拿上来 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注意这个滑块 滑块 一开始是在下方 一会儿我们穿进来 我告诉你们 这个 穿进来 穿进来之后 V弯 看到没有 V弯 V弯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 已经接触到 最顶层的这个 已经是顶紧了 顶紧了之后 我们把它 把滑块推上来 然后呢 就可以 稍微放松一点 不用让它弯的 这么厉害了 稍微给它一点压力 然后把盖盖上 然后 这样 滑块是在上方的 原来是在下方 到上方 然后 盖上 这就是一个 整个的 冷接 很简单 这么接完了之后 因为我这个光屏 没有 这是断的 没有连到 上连的那个 胖口上 所以没法测 它光光屏 不过 以前我做过 测量过 这个衰减 大概是在 一个dB左右吧 就这么接 也就 用普通的这种 钳子接 也就是两个dB左右 也不会很高 负27之内 都能开得起来 它可以反复利用 你比如说 这个 这个东西 你现在不用了 不用了 你可以把它拆拆了 有这个护套 有这个护套 退下来 退下来之后 拧开 拧开 打开 抽出来 行 这就是 可以反复利用 好了 好了 打开 载 不要 又 滅 就 说